好 大家最近我们开始上课 我们前几次课基本上介绍一些 计算机系统结构的基本概念 以及指令系统 这些东西大家听起来 应该说是蛮简单的 然后也蛮熟悉 那么今天我们重点讲Catch 有同学说我Catch也学过了 那学过了 但是今天我们讲的Catch 可能要比你学的要难一点 可以这样讲 Catch的研究到现在为止 是体系结构研究什么 主要还是研究Catch 特别多核情况下 主要研究Catch 应该说是非常有趣的一张 但难度也蛮大 其实Catch 它的性能直接影响了 就是体系结构的设计的好坏 那么在此之前 我们把上堂留下一点东西 给大家讲一下 另外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有时候讲课 不一定说PPT准备了很多 然后讲课不一定讲完 然后会留个尾巴 那尾巴的下堂课 我会讲的时候 我会对这个重新编辑 因此大家看的时候 有一个地方是有冗余的 但是冗余内容不一样 以这个为准 指令系统呢 我们在前面的章解中讲的计算机系统结构的概念 我们讲说计算机系统结构 主要讲软硬件接口 就设计个计算机用软件合适 还是硬件合适 那么它的性价比如何 那么计算机系统结构是软硬件接口 接口是什么呢 我们一般认为是指令集体结构 因此我们讲了指令集的设计 包括操作码的设计 操作以及地址码的设计 做了一些基本的讲述 那么设计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了性能 你说我随便设计一个能达到正确性 这事很简单 但是要性能是最重要的 你要保证你的指令集设计 对硬件对软件来说都有良好的性能 这是最重要的 因此对我们系统结构研究人员来说 就是一个设计的一个折踪 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那么设计个计算机从哪开始呢 一般说是这样 有这么几个步骤 简单的说有这么几个步骤 首先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把问题集确定下来 我解决什么问题 这是目前特别多何实在 不要注重应用 那么有的人就说 我这搞体机构 我管的什么用 通用的 这种时代逐渐的已经消失了 不再成为热点 然后根据这些东西 我们确定 为了把这些问题进行分解 然后确定是哪些基本的操作 这些操作用什么样的硬件 什么样的软件来解决 然后我们确定这样的指令集 确定指令集 这指令集确定有很多很多因素 一会儿我跟大家还会继续讲解 另外一个 这些指令集怎么去实现 这个实现 一个是硬件实现 一个是软件的实现 靠这个指令集 做编译 操作系统 应用程序等等 这就是我们计算机系统 设计它的一个基本过程 首先有个问题集 然后确定指令集 然后最终加以实现 那么一般来说 处理器设计 第一步 首先确定指令集 这个很重要 这个确实非常重要 这也是我们上堂所讲的一个重点 然后根据它 然后我们编写编译器 编写相应的操作系统 对我们的应用加以支持 对硬件加以调度 这是一些语言的支持 然后在我们运行一些奔驰骂克 对机器语言进行运行奔驰骂克来确定它我们设计是否用 有同学怎么设计 我这个硬件没出来 你可以用模拟的方法或其他方法来进行 然后就确定编译输出 编译输出 确定就是我这个执行结构好不好 不好 那么我这个是个迭代的一个过程 直到满足你要求为止 这是计算机系统结构设立的这么一个周期性的一个过程 那么影响 我们说计算机系统性能好坏 我们第一章期主要讲CPU时间 什么CPI 什么程序的执行时间 其实像这一般来说 影响程序运行时间有很多因素 CPU是一个 它的频率快慢 另外存储器也是一个 memory 这个memory包括cash的命中率 包括内存的大小 对程序的影响非常非常大 另外一个IO的性能 还有操作系统的有效性 就是你这个系统 比如说我们Linux 比如现在目前 对多核心的支持就是很差 就是很差 那么怎么样去提高 这也是我们需要研究的内容 还有个编译器 这个编译器 那么它是对 我一直强调 编译器非常重要 编译非常重要 它研究的内容主要是挖掘硬件的并性性 是程序能够在这硬件上 充分发出并性性 然后充分加以实现 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硬件 特别多核 我们说给大家上网 就是写过一篇这个综述了 关于异构多核 为什么会出现异构 那么主要异构的原因 一是为了功耗 第二个呢 这个异构有的时候是为了某种特殊的应用 比如说我这个核里面有一千个核 轻松用几个核 专门用媒体处理 用几个核 用密码处理 这是非常非常快的 包括有些LPGA在里边做一些应用 还有一些代码质量也很重要 你这个编的代码 今天其实我们讲的东西呢 一是体构构 第二个呢 有同学说了 我体构构我不关心 我编程序就是高手 那咱们看一下 如果不懂体构构 你的高手到底有多高 那么我们看一下 就是讲一下一些基本的例子 通过这些例子和一些Bunchmark的一些结论 确定一下我们为什么 那么体系结构的发展 特别指令级发展 从Sysc到Risk 那么看一下 这是一个编译的 这是一个程序 这是一个高级语言 这是我们经过 就是叫汇编 以后了变成汇编码 这是汇编码 那通过这汇编码 再看一下 这是传统的 应该是x86的这个结构 大家看一下 这个蛮复杂的 就是蛮复杂的一个结构 那么看一下 这是针对x86指令级来说 那么它的程序执行时间 我们可以看得下 比如说这个寄存器到寄存器的传送 比如寄存器到memory的传送 它可以分别需要两个十分钟周期和12个十分钟周期 包括这个还有这个叫什么 利益数到寄存器 利益数到memory 需要12个到13个十分钟周期分别 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代价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我把刚才那个程序 那么再对应到这里边 对应刚才说的x86的十分钟周期来 看看到底它运用这个程序 到底需要多少十分钟周期 到底需要多少时机 那么这个我们比较精确的计算 比较精确的计算 大概需要 这回去以后大家自己去算一下 大概需要 66n-14 n-11的情况下 那么就整个十分钟周期数是712个十分钟周期 712个十分钟周期 这是我们普通的一个程序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编译 第一遍把它变成 其实汇编 会变成汇编语元 那汇编语元呢 需要这么多十分钟周期 那么对它是否可以在这些进行优化呢 这是传统的x86机器 那这是传统的x86机器 假如说我们再采用这种 所谓的利用计算器变量 比如利用一个基础计算器SI 用它来编程 这时候就好很多 效果很好 好很多 这时候我们这里边不加详细节节 这个程序非常简单 那么这时候我们看一下 刚才是712个十分钟周期 现在就变成了337个十分钟周期 可见原来是仿存统器的 现在目前通过用计算器来进行编程 来进行调度 是非常非常快的 当然了 这里边需要编译 对计算器好好进行调度 另外计算器的数目是有限的 因此编计 就是需要一个smart编译器 对它去调度好的话 效果非常好 这是337个十分钟周期 那么还有没有更好的优化空间了 没有更好的优化空间了 我们说我们对这个循环进行改造 大家编程序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循环程序 这里边像这个程序 它首先比较是否满足退出循环的条件 满足那个条件 如果满足条件那么退出 否则的话就进入这个循环 这个是如果大于它的话 大于等于stop 否则的话进入这个循环 是这样编程序的 那么这个程序需要337个十分钟周期 这里边 那么我把程序编一下 我把这个确定 就比较操作放在后面 大家看一下 传送传送 然后变量 就是这个变量 技术器增加 然后就比较 然后如果说大于 那么less 对于是小于 技术上面 这样一个程序 这样程序突然变成261了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这就是我们其实系统结构 也就是一个最最基本的问题 这是在流水线机器中 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那么在非流水线计算机里边 就是比如说单周期流水线 这样的一个CPU里边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它的整序应该不一样的 为什么会不一样呢 这是由于大家看一下 看这个程序 这个我们叫燕词操作 Daily Slot 为什么 我简单说一下 因为这里边 在这是个比较操作 每次进行比较 比较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比较操作 流水线假如分五段的话 第一段取指令 第二段一码 第三段才计算 假如说这个计算 你看这里边毕竟是和大于等于零 或者比较 比较的话 在第三段才进行比较 其实后面两条指令 已经进去了 已经就是已经进入流水线了 已经进入流水线了 因此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一会出现问题 那么假如进行优化的话 比如我这里边放这么一条指令 这样的时候燕词槽给填充好了 这样来说即使我判断错了 我印象也很小 这个以后我们再讲 这事件 流水线就会非常清晰 这是在流水线机器中 那么采用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编程方式 那么它就速度很快的一个原因 你编程的话 你们可以在一种不 smart的编译器上 你编译这样两个程序 你看一下 用高级也可以这样编 就是你把B角放到后面 和放到前面 到底效果怎么样 你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这时候 最261个深温周期 这是我们说是有很大区别的 另外一个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就是举一些例子 这个不一定很系统 比如说我们经常看到这个X86 IA32的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呢 关于它的这个字结束 字是双字多长 咱们就不管了 我们看一下经常我们设计这个显示器的频率 比如说是24位真彩色 32位真彩色 那么这里边又出现了一个就是memory的一个摆放的问题 就是memory就是按字节访问吗 是摆放的问题 大家看一下24一般说这个需要三色的这种类型 比如说这个红 这个blue 还是green 三种颜色 这三种颜色分别占一个字结 那么占一个字结 那通过这个八位的不同变化来 就是颜色 淡浅啊 淡啊 它们的组合 可以确定不同的颜色 确定不同的颜色 大家看二六八次密 256级 这个每个颜色256的这种变化 这种变化 那假如说这是个双字 双字 大家看一下 这是四八三十二位的一个双字 那么假如说我这个像素 这些东西呢 假如我摆放的时候这么摆放 大家看这个红 绿 蓝 那么就这样摆放 然后呢 在红绿蓝 这不浪费充足空间的 就这么连着放 这时候呢 大家看一下 在存储器访问的时候 就是我们上场讲的 没有对齐的摆放 假如说我要访问 这个 这一段 访问这一段 这时候你会发现 他访问这个红色的时候 我要需要访问这个存储字 这是一个存储字 那么在访问他两的时候又需要存储字 因为需要两个存储器 两个存储 两次存储器访问 两次存储器访问 同样 还有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像自从这儿到这儿也是如此 两次存储器访问 两次存储器访问 但是如果是采用这个三十二位 这个真采这种摆放方式呢 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大家看一下 我这浪费了 我什么也不放 我双字的时候 我把这样摆放 这时候呢 我取这个一个一个一个 一个配色的时候 这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从这里取出来 这个浪费就浪费了 就是说这样的机器呢 它这个在memory摆放的时候 还是有一定的说法 这也是一个例子 那么我再看一下 在就是在90年以前 是个什么状态 在90年以前呢 他要求我们是个 包括我们 我是85年生大学啊 也是就这个时代 当时呢 就是说计算机语言要求啊 尽可能接近自然语言 因为我们自然语言 就是又傻瓜话也好 反正我编程组织是 一个方便也好 因此呢 会出现了 有很多很多问题 比如说这叫做 冯隆万的一种 就叫做冯隆万的gap 一种gap 空间又来大 那么编译调度的能力 也很差 编译调度能力也很差 这边很多很多因素了 比如说这个 它的技能数很少 体积构支持不够 等等因素 还有呢 memory是非常非常昂贵 我们跟你说嘛 以前我们在 像我在大学期间 用的一个硬盘的10兆 硬盘10兆 我那天上中冠春一个像我自己这种 那个卡片是小U牌 拔个g才100块钱 这是U牌 当然内存的话 现在目前也都是上g 对吧 都上g 都非常非常便宜 这是内存呢 大家看一下 一兆 每兆大字 就是需要5000美金 这是非常非常贵的 这也都限制了 当时体积构的设计 以及它的优化 因此呢 就是说 这是过去的一些状况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过去的X86结构 过去的X86结构 它采用的是一种 就是复杂指令机 计算机 复杂指令计算机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减法指令 减法指令 这个减法指令呢 R22 和这个内存的一个数 进行相减 然后比如送到R21里边 是这么一个操作 这个操作呢 这个我们在原理中 想得很细 讲得很细 把它变成微码 是这么一个过程 把它变成微码 需要这么多过程 每一个就是一个深入周期 每一个就所谓的一个深入周期 这是传统X86的一个结构 这种结构 大家看一下 是一个系统总结 为中心 构造的这么一个结构 这是咱们不太详细讲 这是计算器 这是ARU 然后后面这有一些 就是什么指令计算器 PC 还有那个存储地址计算器 和存储数据计算器 大家看一下 像这个 首先算出有效地址 大家看 这个印的块 这个23送到ARU1 然后再把100 送到ARU这条端 然后算出有效地址 算出地址 把这个地址送到这里边来 然后把这个 从这里取出来 数据取出来以后 再送到这里来 是不是送这里 读 读完以后 送到ARU1 这是数据 读的是数据 送到ARU1 然后在22送到这里边来 然后解 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是这样的一个操作 非常麻烦 这是微码操作 它效力自然 不会很好 微码 它毕竟是个程序 放在ROM里边 那么 现在的计算器 大家看这种结构 你现在开行 没什么问题 这边也很高兴 但是你看一下这种结构 假如说 这是我们一会儿讲的 RISC结构 RISC结构 它是这样的一个 标准的5G流水线 每一集 用的时间都是相等 这样这有什么好处呢 我第一条直升游戏到这的时候 第二条就在这 第三条在这 第四条 第五条 可以流水线进行 而这个就很难 因为比如这条指令 我需要假如 随便说 我需要10个周期 下个人我需要3个 再下个人我需要40个 这样流水起来就会有问题 大家知道 流水线设计 要求各个段指令实验相等 所以说这里边 就会限制了它的性能 那么今天 我们叫质量系统的 指令系统优化设计 主要讲这么三个指令系统 其实主要讲RISC 这个传承指令字 作为了解 其实我们在第一章里边 已经做过描述 那么甚至个计算机 就是现在我们还是还在用 但是其实说过多次 我们现在目前 就是所谓的 差别这种结构 它的真正的内核 已经是RISC了 只不过我们感觉还是RISC 就编程习惯不变 因此说系统结构的发展 这种所谓的兼容性 用户习惯 这种对低端系统结构发展 是非常有影响 如果没有这种转换的话 它的效果 它都会效率非常快 插帮助结构 可以说性能很差的 这个你们可能也感觉不到 它确实性能差 你算一个负点 你再和那种 就是其他机器比一下 那差了很多的 它主要是为了用户 什么多媒体处理能力很强 然后用户交互很好 编程很方便 这是60年代70年代的一种架构 RISC叫做经典指令系统 是70年代到现在一直流行 那么超长指令字 是8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 这个目前来说 没有太多的应用 主要在切入式应用比较多 主要是在比如说DSP 这样的应用比较多 那么复杂指令系统 它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阶级自然语言 我编程的时候非常方便 我用一条指令 可以带一条一串指令 比如用一条指令画个圆 为一条指令算一个什么面积 算一个sin 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它是每一代都增加新的指令 增加指令的功能 设置复杂功能的指令 然后增加很多寻止方式 寻止方式越来越复杂 一条指令 一条指令需要访问村主期五六次 这是经常的 然后增加数据的表计方式 还有它可以优化 现在目前也采用 因为它带的设计越来越复杂 那么怎么样去优化呢 比如目标代码优化 怎么样去优化 这是包括编译 工作 还面向高级语言 面向操作 都有不同的优化方式 不同的优化方式 这个咱们书上介绍的 相对来是比较详细一点 但是这种优化 毕竟是治标不治本 它毕竟是总共的结构 还是很差的 那么这个因此都会出现 经典指令级计算机 它这个呢 为什么会这样 这准备先给出一个结论 它只保留工能简单的指令 其他指令我不要了 我不要了 工能较复杂指令 用软件来实现 我代价是很小的 提高流水线的效率 另外一种超达指令字 那么我们今天就讲 瑞斯克指令系统 这个二八字法则 我商量说过 这个就是说 它就是说 一般地方下付出20%的努力 那么就可以 也就是绝大部分努力 都没有创造出收益和效果 或者是没有直接创造出收益和效果 而我们80%的收获 却是20%的努力 还有很多很多例子 比如说 为公司创造80%效益 是20%的那些员工 或者在其中20%的员工 为企业创造80%的收益 这个确实如此 这个一个员工 一个单位里边 你找那么几个 确实 这个好员工确实如此 大家看一下 20%的教书事故 是当于20%的伪装驾驶员造成的 还有比如说地毯20% 遭受80%的程度的磨损 然后你所有衣服的20% 占据全部医生时间的80% 这个大家你可以考虑一下 经常我们在宿舍 你看有同学穿着件衣服 他经常穿着件衣服 很少变的 然后电脑80%的故障 是20%的原因导致的 然后另外一个 大家我们学英语都知道 这个包括我现在的感觉 我的英语的单词水平 感觉我还是 有的时候还赶不上高中那个水平 有那种感觉 其实我们使用电脑 就使用了80%的文具 是用字典里20%的字组成的 是非常非常简单 你现在比如说 这时就说的远一点 我现在感觉就是 目前我们是中国的教育水平 其实教育层唯一的提高 我认为是在英语上 这个是我们没法比例的 就是比如小孩现在在小学 他说的英语水平 完全相当于我们 就是口语 他现在不懂音标 不懂语法 但是他说的水平 应该说是高于初中 就在高中那个水平 我们高中的时候还不敢张嘴 但是他现在 他基本上他想说的话 他都能说出来 这个确实如此 因此他掌握的单词量很少 但是他能说 另外考试中 20%的知识 能为你的80%的分数 还有你有20%的朋友 占你80%的和他相处的时间 这个也确实 我觉得非常非常准确的 大家速简一下 那么这个20%和80%规律 在现代部计算机语言的使用中 也是如此 也是如此 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统计 这是个统计 大家速简一下 这个统计是针对这种 spec92年的一个整数spec进行的 进行的 它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它就指令 这种load 死到 然后加减乘除 对指令进行计算 看一下他们占的比例是多少 大家看一下 前十条指令到这 前十条指令占95% 就前十条指令占95% 而其他那些很复杂的指令 或很少的实用指令 只算5% 因此人们就想 跟着阿姆达尔定律 我把95%给性能提高了 我那些复杂的5%的那些指令 我不管它 性能一样很高 对吧 因为我们改进的是占 绝大部分的时间的那一部分 所以说这是它一个阿姆达尔定律 在起的作用 在起的作用 这就是一个 为什么会出现经纪指令纪 大家看我就是假 从这个道理上说 我又十条基本指令差不多了 十条基本指令 基本是差不多了 就是当然了 能不能完备还不一定 可能再加几条 也就是很少的指令 就是基本 不像现在目前都是二三 都有 二十四指令系统都有 可能是几十上百 就是那种指令 都是都上百三百多条指令 那是很复杂的指令 我们再看另外一个 寻止方式 过去就是说 六个计算机的寻止方式 非常非常复杂的 各种寻止方式 我们学会编语员 就学那个寻止方式 要学很长时间 对吧 大家看一下 它用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看计算器访问 计算器寻止 然后立地数寻止 还有变质寻止 它占了百分之多少呢 这一加起来占百分之九十 这个占百分之九十 其他选止方式有 但是我用的很少 大家看一下 我用的很少 当然就是这个 用的可能稍稍多一点 因此我在实现的选止方式 其实这个机器速度快慢 选止方式是影响最大的 因为你知道 机器为啥指令慢 就是因为它仿存 那么你选止方式 要多次访问存储器的话 速度肯定会慢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道理 因此我们是不是想 是不是想 就是前三个选止方式 我把它实现了 其他选止方式 我是不是可以不实现 假如可以的话 那么或者是我再加一些基本的就可以 因此我选止方式的时候 通过这个实验 我就实现简单的 按照ARM的大致精力 我可以性能提高很快 很多 另外一个 关于力气数 力气数到底应该指令32位置长 然后你还有操作码 还有什么寄存器等等 还有选止方式 这些位来占很多位 那力气数 你要表一个力气数 多长呢 力气数你就知道 你可以要一样表 你的思路上表示的数越来越大 然后你还想占的这种位数越来越少 这时候怎么办呢 因此我们这里边要分析 并不是随便 我说我用16位 用8位 用9位 这不是随便说的 这里边也通过不同的实验 我们可以看到 比如力气数占0位的到16位的 大家看这16位的时候 从0位 16位 12位 8位 4位 我们看一下 分配对32位指令 32位置长的指令 那么16位力气数 那么它一般是占了70%的情况 就足够 70%足够用了 可能那30%特殊 我再想其他方式 大家我们会编译员有那种指令 比如说我先取前16位 然后再取后16位 然后怎么样拼接 我这种方式也可以取个32位的力气数 是不是 这是不同的方式 这也是通过实验来进行的 另外我为啥 像我们教材里这些数据基本很少 中文教材很少 跟大家这样讲 就是说你们经常 就是我们 就是咱们那个所谓的中国人 或者大陆的一些学生老师 就在这写不出来什么文章 我跟你在那上说 我现在一直看文章 今年我们这写的篇文章又被剧了 但是我一个学生 刚刚毕业一年 他就在我这做的东西 基本的思想 到美国 他去一年以后就中了一篇 非常牛一个宿舍 他得了那篇文章 可能他在学校都很牛了 这个确实 利子卡的难度大概是 在我看来可能奥斯卡差不多吧 就是这样的一个难度 问题是什么呢 我不是说我们研究 我觉得研究思路有问题 就是说 假如你解决个问题 那个我发表很难的 解决个问题 我是把这个 比如说 当然也很重要 比如说哥德巴猜想 你说解决了 很重要 但是提出的问题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就通过这样的例子 我得出个结论 得出个结论 比如说我的十一位立地数 就足够用 我就说 比如说占百分之七的情况 因此就足够用 这个发现是最重要 这个你们也要注意 我们写文章的时候 经常我们 你看看 你翻开了中国的这种 学术期刊 什么什么设计实现 什么设计实现 这个其实没有太多的意思 也就是上不了水平 上水平的文章 基本都是这样 发现的文章 像刚才说的这种 这种东西难吗 其实就是你想一下 然后通过实验做一下 这个我们下堂课 会找我们的助教 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一个模拟器 这个模拟器大家可以在这上面 对很多的应用进行分析测试 可以得出很好的结论 比如说我们这大四 我能写出什么水平文章来 这个可以这样讲 我们原来也在做过很多实验 有很多学生做的实验 非常非常好 他觉得国际也是顶级的 非常非常好 另外一个 我们看一个就是偏移量 你们都知道有偏移量 有机制精神器 然后有偏移量 偏移量多长好呢 因为这个自长是有限的 偏移量多长好呢 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一般的15位16位 基本上也足够用 这个也有个极论 然后还有个分支指令 分支指令我们知道太多了 上课我们讲指令系统设计的时候 有什么条件分支 什么这个分支 那个分支 是否都实现呢 因此他也做了很多实验 他比如说他把那个条件分支 或条件转移和无条件转移 两种加起来就占90%左右 90%左右 其他的什么调用返回啊 这种东西我加不加呢 有很多机器是支持的 但这种调用返回是非常 硬件时间非常复杂的 要保存各种信息 然后恢复各种信息等等 我不实现它 我效率是不是很高 因为他这种用的很少 那么假如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采用其他方式 采用其他方式来解决 能替代 这里是一种这样的思路 这是我说的这种分支的 分支的这个指令 它的就是相对地址 相对地址用多少位呢 比如用15位16位 也基本上满足要求 基本上满足要求 大家看一下 这是位数 15位在100% 大家看一下 其实有9位几位就够了 这后面就11位12位 这样这么大的 就是那种转移的那种偏移 偏移量 就是相对的那种距离 还是很小的 很小的 好了 那现在目前这个特点 那么我们就对这个指令 我实现最简单了 编制方式 我实现最简单的 那么一两种 然后呢 包括当然了 这指令自长 怎么确定 那么我们有了基本的结论 那现在目前Risk这个计算机的定义 是什么样子的呢 它是这样 大多数指令在单周期完成 因为可以这样讲 所有的指令都可以在单周期完成 除了那种烙的死到指令 就是那种访问存储器的指令 那么 因此呢 我现在怎么办呢 有的现在目前 就是像汇变语言里边 我们说X86汇变语言 像是加法减法 它都要访问存储器的 一个加数肯定在这个 经常是在这个memory里边 那怎么办呢 我不允许你这样做 就是说我大多数指令 都不允许访问存储器 除非哪个 我专门访问存储器 只有一个烙的死到 我专门就用这条指令 来取和存的 你们任何人 访问存储器你通过我 就是这样的思想 那么因此也叫烙的死到结构 这个烙的死到 所谓什么叫烙的死到结构 就是说任何指令 除了烙死到 不可以访问存储器 然后呢 硬部线控制逻辑 这个一般是这么说法 就是所谓硬部线控制逻辑呢 就是说我没有像控制器里边加个ROM 加个微码的概念 没有 其实呢 其实这个不是很严谨 过去是这样做的 现在目前呢 其实在我们刚才说了 X86这个结构 然后呢 它内核是Risk 那么它Risk里边 它还为了某种应用 或者某种特殊性 它还是有一些微码的 但是它基本特点 是硬部线逻辑 基本上的指令 所有的指令都是硬件职业执行 而不是说用微码 减少指令和 薰指方式的种类 指令 大家知道 前十种可能占就80% 90%左右 因此我就实现了十种左右 也是好思路 薰指方式 我要立即数薰指 然后要一个变质薰指 再要个寄存器薰指 差不多了 其他的上那个薰指方式 我可以 我可以怎么样 用其他方式来代替 就可以 固定的子能自长 32位或者64位 这一点非常重要 比如你在流水线也好 或者你在debug的时候 比如你做一个 咱们经常汇编员用debug那个东西 你觉得好做 汇编员那个debug很难做的 你现在这条指令出来了 然后等到下一条指令 你是加4还是加8还是加16 你不知道指令到底有多长 对不对 因此还要计算 那么在32位的话就好办了 那pc就是加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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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操作 就是这样操作 另外一个固定子能格式 它一码也非常方便 另外一个编译也非常优化 这个里面可以用通俗的话讲是这样 就是说复杂的能力在你一辈的实验内训准方式 它硬件非常复杂 而现在我实验内就简单了 简单以后硬件变得非常简单 那么我们通俗的话讲 就是说我多放入一些计算器 这样来说我保存一些中间状态 是不是很好 这一会儿我们也看有这样的技术 那么还有人对瑞斯克进行描述大同小异 大同小异 前面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统一的指令格式 那么大部分指令可以单周期完成 除了瑞斯道 其实现在瑞斯道也是一个周期完成的 现在目前基本上还是这种瑞斯道是平静 然后只有瑞斯道指令可以仿持主器 简单的训斥方式 采用厌尺转移技术 这厌尺转移技术是我们教材上有会介绍 但是介绍的有点不太很准确 然后我们会在讲流水线的时候 再给大家介绍厌尺转移 因为为什么会传厌尺转移 就是流水线 有一个转移指令 假设这是一个程序 一条一条指令 这里面突然有个转移指令 这个转移指令已经进入流水线的后端了 进流水线后端以后 这些指令它已经进入流水线了 然后但是你要转到后面去 这些东西需要作废 因此浪费了很多时钟周期 同时它在流水线里边 是不是起了什么捣乱的作用 把个竞争机复个值或什么样 因此这里边就有个厌尺转移 就这个叫厌尺潮 就是我不允许记录这些东西 但你进去了 那么这就是要厌尺转移 那么这个我们会讲 还有个LOD也有厌尺 因为LOD指令肯定不会 因为LOD指令大家知道 LOD从内存里取个数 你需要算一下有效地址 然后才能再取数 因此它一个周期肯定完成不了 它需要两三个周期 两三个周期以后 后面也肯定会有指令 比如我这个LOD 比如说我这个是LOD AX 比如这里边这个是一个内存的一个数 下面我这是ADD 然后比如说BX 然后AX CX 大家看一下 这两个指令是挨着的 这个已经进入了 这个不是第三个流水段了 这个它已经在第二 第二的时候正好取这个AX 它取的是右指 老的指 这个指还没取出来呢 因为我一个周期取不出来 因此这里边就出现 LOD也有厌尺 那有同学我取不出来 你这不是错了吗 本来这个取出值是取个100 这里边你还是有老的指 是30 错了怎么办 这里有两种方法 一种硬件 就是你添冲 等一下 还有一个是编译 你加一个空指令 这LOD还演着超 一般来说 采用3D值指令格式 有较多的计算器 指令格式对称 对称的指令格式 这就是Risk指令 微处理器的一个简单的描述 比较简单的指令集 然后比较简化的硬件设计 简化的硬件设计 然后比如高级语言 就编译成Risk 就是Risk通过编译 那么可以做很好的优化 那么现在所有的处理器 都采用Risk结构 比如说PowerPC Spark 这是PowerPC 就是IBM的 Spark是Sound的 这MAPS FCI的 ARM Risk技术 用Sysk语言 比如说BEN2 不到BEN4 一直现在目前 都是这种Risk技术 但是采用的语言是Sysk 中间有个转换 就是为了大家这种编程习惯 那么为什么会Risk Risk计算机 刚才说了 它简单 性能高 能怎么评价呢 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这里面有个总结 大家看 从指令类型 Sysk大概有300多条指令 它指令系统 而Risk只有大概50条 其实还不到 很多都不到 有的可能多 寻止方式 Sysk有15种 那么Risk一般来说 可能平均有5种 那数据类型 它有10个 那么Risk大概就是两种 然后关于过程的这种调用处理 它是自动的 而这个是通过编码来完成的 然后还有它实现的复杂 这个简单 memory组织的复杂 也简单 那么你们看一下 那么假如这是Sysk机器 这是Risk机器 假如算同样一个程序的话 同样一个程序的话 那么你可以算了 CPI 那Risk和CPI一般是1 一般认为的是1 这个不知道了 有了3 有8还有20 这不知道 这个指令呢 可能是这个 比如一条指令可以画个圆 这个呢 可能我需要10条指令来画出来 因此它们之间 就是它自然这个是很大的 这个时间呢 就是时程中期的长度呢 这肯定是长的 肯定是长的 而Risk呢 非常非常短 那么大概比例是这样 CPI 就是CPI一般的Risk是1 那么它呢 可能大概6 平均6左右 6左右 差6倍 而这种指令呢 平均是差1 2 这个有的书说不一样 大概是这么算 比如说它这个 你用一条指令 我这里面需要两条指令 平均是这样 可能还更多 或怎么样 这个呢 关于那个时间 就是时程中期的长度 那个时程中期的长度 差200倍 差200倍 因此呢 以这样算起来呢 这加速比可以提高600倍 600倍 这是提高200倍 600倍 提高600倍 是大概 这是一个基本的计算 就是大概知道有这么回事 就可以 总之是效率提高很多的 我们项目教材也有个计算 提高也很多的 这个是 那么它硬件方面 采用硬部件逻辑 减少指令和寻止方式的种类 采用固定的指令格式 LOD思想结构 软件方面 通过优化编译 另外呢 这里面硬件 采用流水线技术 瑞斯克思想 也在Six集团 你刚才说了 X86比较8088 CPI大约20 286大概是5.25 386大概4 486接近2 然后现在目前 已经瑞斯克十分接近 其实就是采用瑞斯克技术 那么 那现在目前超标量 就是多条流水线并行的话 已经达到0.25 现在目前也不是0.25 应该是0.25 就是IPC等于达4 CPI等于0.25 是这样 那么它的关键技术哪些呢 这个我们在以后讲流水线上会介绍 我们教材里边 这里边有 一个是 就是验识转移技术 验识转移技术 就是转移指令后面的指令 怎么样处理 怎么处理 第二个指令取消技术 就有的时候 转移指令突然跳爽了 而后面的指令已经进入水线了 那么这时候会对程序的正确性 那么会有影响 因此指令准备取消 还有指令流的调整技术 比如这样的话 比如这里边 我的IRS 如果程序是这种编的 编译的时候 你对它不做处理 那就会错误 做处理 你可以简单的加一个空指令 或者说 你把它后面一条指令 调到上面来 对不对 后面指令和它不相关 你调到上面来 不也是一种方法吗 叫指令流调整技术 还有以硬件为主 固件为符 固件为符 还有重叠基层纹窗口技术 这个重叠基层纹窗口技术 我这里边要单独讲 什么叫重叠基层纹窗口技术呢 其实就是在上机器上 用一种 一种专利技术 其他机器我没发现谁在用 就上机器用 它的基本思想很简单 由于瑞斯的计算机 它硬件比较简单 它有大量的计算器 那么在程序调用 子程序调用 堆栈等等 这些过程中 它不断的要 子程序调用 把这个参数要保存 过去保存的时候 可能往内存里压栈 或者是放到什么什么地方 那么这个仿存 还是时间开销很大的 而现在呢 它由于计算器输入很多 因此呢 它基本上把 我A掉B 那么我就把A掉到B 放到一个计算器堆里边 放一个计算器里边 然后B就直接从计算器里读 其实就是用计算器来代替内存 来保存这些 这种传递参数 这种参数 大家看一下 就是比如说 它一个计算器有传送参数 A局部计算器 B局部计算器 C局部计算器 A掉用B B掉用C 然后呢 你像这个传递参数 它俩是这个 大家看一下水平 在一个水平线上 这些计算器是共用的 大家看 AB共用计算器 大家看 这个计算器编号 在这个范围内 就是我要是 比如我掉B的话 那么 这样的时候 它传递参数 它用这些计算器来保存 然后呢 来传递参数 然后B开始执行 B执行的过程中 假如它掉用C的话 通过这些计算器 再保存财数 然后C 这样于此进行 那有的人说 那我假如C在掉用地 无限的这种浅套下去 怎么办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毕竟计算器数有限的 这时候呢 实在不行的话 它是计算器一出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再放到那次里面去 这个是非常好的一种技术 速度非常快 它是为了减少仿存的次数 特别是在程序调用 这样的情况 那么这个可以看出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快速分类 还有一个就是puzzle 就是这种程序 它掉用次数占很多了 掉用次数很多了 掉用深度的有10有20 瑞茨克一出 然后瑞茨克技术 刚才说基存力窗口技术 一出需要64次 124次 纺存次数呢 瑞茨克二纺存次数呢 需要4K 8K 而Vax 这种没有采用基存力窗口技术啊 它需要50%的纺存 20%的窗口 大家看效果非常非常好 这是所说的基存器窗口技术 至于瑞茨克计算机的其他技术 我们在学流水线中还会详细介绍 还有过程调用的一些开销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瑞茨克 这是其他机器 这是其他的普通的Sysk机器 这个仿存次数是非常小 大家看其他都是10 这个数量级 而呢 这个平均大概是0.2 这个仿存的次数是非常少的 可见这种瑞茨克计算机 在方方面面都有很好的优势 那么这个超常指令字指令系统呢 超常指令字指令系统呢 我们在第一章里做的简单介绍 做简单介绍 那么我们这里面不太多详细的讲解 那么其所谓的超常指令字呢 就是 所以超常指令字呢 就是我们用户用的语言 是比普通的西语言 然后通过编译呢 把四条八条这样不相关的指令 可以压到一条长的指令中 这个指令的比方 128为字长 122为字长 那么这个时候呢 在指令 我从内存里取出一条指令 其实包含了三种操作 也就是三条指令 包含了三条指令 三条指令不相关 那么可以同时执行 那么这种方式呢 就是一种超常指令的基本思想 这个我们在第一章里边做了简单介绍 这里边呢 就是希望大家回去以后自己看一下 在这里边时间关系就不见了 那么这一章大概注意一下 就是指令格式的优化设计 特别是操作码优化设计 就是浑浑漫编码那里边 还是瑞斯克的基本思想 这个瑞斯克的基本思想 有同学说 这个有什么可说的 很简单 我清楚 我每次考是必考 但是呢 有同学 就是你真正不知概念很重要 这个瑞斯克思想什么思想呢 他简单说就落得死到思想 这个你要不知道的话 你做题会做不出来的 我不会考概念 我不会考概念 但是我考题的时候 我说这是个瑞斯克计算机 那你就知道这个瑞斯克计算机 它有什么特点了 还有它一些关键技术 这是我们的一个刘的一个作业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吧 今天呢 这是我们也是教材的一点内容 所以关于存储器的无冲突访问 大家看有同学说非常唐突 你为什么把这一段拿出来呢 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问题 非常挑战性的问题 经常我们在各种 特别是并行计算机中 经常会对一些数组进行计算 数组计算大家都知道 有一个数组成 就要这边取这边一行 这个A数组的行 和那边的列 对应的元素进行相乘 然后再相加 是吧 那么这时候问题出来了 问题出来了 那假如这存储器是这样 存储器的分 因为大家都在锡子原理中都学过 就是存储器的一些基本的东西 我这里面不太想解 那么对一个 假如是内存也好 对一个存储器来说 它有若干的存储体 大家看这是零号体 一号体 二号体 三号体 那么存储器访问的时候呢 这假如有 这是个并行的环境 有多个处理机 多个处理机 要做这个并行计算 并计算呢 那么一般对一号一个处理机来说 它访问这个体的时候 比如访A0 假如他才想访A4的话 那再次访问一次 喜欢A8的话 可以再访问一次 这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个存储体是统一的 存储体统一的 那假如是我CPU访问 我要把这些行数据取出来 能不能取出来呢 可以的 因为它们来自不同存储器 来自于不同的体 我同时把这个取出来 没有问题 因此人们就是想 一位数组的无冲突访问 假如按照连续地址访问 没有冲突 比如说A0 A1 A2 A3 A4 A5 那么我一次可以访问四个数据 这个四数据很有用 比如矩阵的一行 反正女孩有个矩阵 我说八成八的 你只取出一半 那你再取一次 那是另一个说法 对吧 那么这就是一种存放方式 这是体内的地址 然后这是体号 我们休息一会儿 大家苏静 我们今天讲课还是很有趣的 特别是这一块 大家苏静 大家知道 存储器访问速度是很慢的 那很慢的时候 我们知道一次存储器访问只能访问这一行 一次访问只能访问这一行 因此为了提高存储器访问速度 人们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采用各种各样的办法 一种办法是什么呢 我把存储器访问 这里边假设是32位 我把32位呀 我两行我变成存储器拉宽 我就变成64位 因此我一次访问 你不是说一次访问一行吗 那我这个一行 我访问就是64位 因此我同时可以访问两个字 这是一种方式 但这两个字会有问题的 什么地方 比如你这里边是64位 或者你128位 存储变得很宽很宽 这时候你要选这个字的话 你还得多选部件 把一行拿出来 其中有一个这个是没用的 你才把这个还要选出来 这也有这样的问题 还有一种方法 这个我们教材有 叫做交叉存储器 大家知道这个内存的组织 其实你家里边买个机器 今天是比如说10兆 明天又买个20兆 加上了 插上以后 开机以后立刻就好使 这是采用什么样的编制方式 它就是每一个存储器 你可以看成是一个model 或者是都可以 它是这样的方式来组织的 这样的方式来组织的 这种交叉存储器 叫高位交叉存储器 这个我希望大家回去看 它的基本方式 所谓高位交叉呢 就是说通过高的位 来判断这个体 第一个地址 在体内连续的 比如0号地址 1号地址 2号 3号 4号 然后比如说5678 然后这么存放 就是因此你感觉你的机器 内存又来得大了 是这么连续放的 它编制你们会看 非常简单 叫高位加存值 它目的是为了扩大内存的容量 就是扩容用的 但是还有一种编制方式 这种编制方式呢 对提高性能很有用 叫低位交叉 什么概念呢 比如说刚才像类似 矩阵乘 矩阵这样的一个东西 如果说这个大家知道 这个矩阵一般都是按地址 比如0号地址 1号地址 按照地址随放的 比如这里一个是8位的数 就是一个字节吧 假如说你可以看成 8位 它一般的存放是这样 一般的在内存地址连续存放 它就一般都是这样 A1 0 A1 A1 A2 A3 这样存放 因此你要取一行数据 你看取A0 A1 是不是得这样一个一个取 因此人们就提出一种 低位交叉出主器 我怎么样低位交叉呢 就是我A0存到这 A1存到这 A2存到这 A3存到这 然后这是A4 假如说A5 A6 A7 我就常用这种方式来存放 常用地址这种存放来存放 这样的方式 这样的时候呢 我一次 这个东西呢 我一次可以 这四个体的话 同时就是低位交叉呢 它有同时我可以把这个 因为它不同的体 它有不同的口 这个读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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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你由高位的时候 不可以同时读吗 没用啊 你这个A0 在A1 这个是A8 你A8有什么用啊 这个A1比较20 没有用的 你这连续数据 对你来说才有意义 因此我们今天讲的这种 无冲突数据访问 是这种 所谓多个 采用低位交叉的 存主体的存主器 它的数据 这样存放 这样存放以后 不同的体 它可以同时取出来 它这里有个控制器 它这为啥叫交叉呢 它们在一个 十数据内 分时启动 这个T0时刻 T0加德尔特的时刻 加2德尔特的时刻 就这么一个时刻 在一个十数据内 把这个所有的存主体 同时都读出来 应该是 在一个时间间隔内 同时读出来 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们书上讲的很详细 那么因此呢 我们现在目前讲的问题 就是存放矩阵的问题 这个 就这个问题呢 其实现在目前 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 所以说 包括以前我们在 这个课中 给大家留个作业 有同学做得非常非常好 就是顶级的成果 这是一个数据问题 那么再一看 一维的 大概就是这样 你要是这么存放 比如说按这么存放方式 肯定是不行的 就是速率 效率不是很高 这个一维倒无所谓的 其实一维的话 你就是一行 反正你也就只能这么存放 你还有别的方法吗 对吧 关键是二维 关键是二维 那么这个一维的方式 它说有多种方法 比如采用直输存主器 比如存主体各数16 然后向量长度是16 存主体各数17 这样错开那么存放 效果会非常好 这是咱们再说了 这个咱们以后再说 咱们现在看二维数组的无从读的访问 大家看这样一个数组 这是一个四个体 四个体 这个四个体呢 大家看这每个体就每一个模块 这就是有一个控制器的 然后呢 每次只能从这个体里读过数 也可以从这里读 也可以从这里读 因此它们这四个 就在同一行动数据可以同时读出来的 但是同一列不可以 因为在一个体里边 一次只能读出一个 是这样的一个存主器 那么现在目前我们存主器呢 经常没有按行访问 按列访问 按对角向访问 按斜对角向访问 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 那么要求一次性 我这块我想读哪读哪 我要求它不从土 我怎么放合适 大家看一下这个 按什么访问 A0 010203 按行没问题 按列可就糟糕了 大家看 你要访问这一列的话 需要四次访问 这个虽然你一次拿出来了 但是这个比如这一举阵 我一次拿出一行 B举阵 我需要四个 十分周期才能把它取出来 四十分周期才能把它取出来 因此效率非常低的 当然你要按照这个对角线 A0 11还可以 这个也是斜对角线 也可以 这个没有问题 我们今天就要研究一种 这种摆算方式 使得 那么按行 按列 按对角线 按反对角线 按任何子阵 经常会出现这种子阵 就是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子阵 这样一个子阵 这样的子阵 都不冲突 都不冲突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非常大的挑战 怎么办呢 你们一直在研究 一直在研究 并且呢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种方式 错位存放 咱们就简单看一下结论吧 因为这不是我们最终的结论 错位存放呢 大家看一下这种方式 你看一下 A0 0 1 0 2 0 3 然后呢 0 4存哪了 没有 0 4 然后呢 10 11 然后20 就是你看 00从这开始 10从这开始 20从这开始 然后30 就这么一个 看这样 许完存放 这种方式呢 大家看按行存放挺好的 同时可以许一行 你看分别在四个体里边 是吧 按照列呢 我们看一下 001 0010呢 10 20 20 20 30 这个也可以 按照行李 然后 但是按照对角线就不可以了 00 22 11 33 对角线的性能还是提高了一倍 提高了一倍 就是需要两次 而不是四次 还是提高了一倍 这种方式也不错 这种方式也不错 按行按列都可以 按照对角线呢 性能也有所提高 有所提高 这也是一种方式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么人们就是在 这个呢 叫 这个教授 他后来提出这么一种 一种方式了 咱们看一下极论啊 他就说 并性存储器的 体 存储体的个数 一定要大于这个 就是相对矩阵呢 那个 这个 它的维数 然后呢 并且采取质数 同时还要在行列方向 错开一定的距离 存储体 存储宿主的元素 它什么方式呢 咱也不用 就是 它的基本是这样的方式 就采用它的一个方式 就是这体 这体号等于呢 2到2 p一次命 加1 然后呢 这时候呢 就可以得到 这个 这么个存储方式 这个我不想 不想讲解 大家看一下 那么它是4乘4的矩阵 那么它需要五个体 需要取个字数 质数 那么这时候 你看一下 这个按照行 001 02 03 然后呢 按照列 00 10 20 30 都不冲突 按照 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我就是刚才标的红的 这是按照对角线 00 11 22 33 都不冲突 都不冲突 这个 这种方式呢 比如说这个是非常好的 你看我按照行列 对角线 包括反对角线 应该也不冲突 还好 但是问题出来了 这个存储空间浪费比较严重 存储空间浪费比较严重 那么在我们这个就是这本教材 这本教材是大概97年左右出来之前 那么所有的教材都认为 比如说4×4的矩阵 只能有5 才能存放下 16×16的 只能有17一个存储体 才能存放下 经常会有各种考试 都是这么出的 然后怎么摆放 按照公式摆放就可以了 但事实上 后来呢 也是我们一个华人 在加拿大的一个华人 那么他呢 就提出一种算法 从他以后呢 刚好我发现了 正好这本书 这个正好什么书写完了以后 他也按照原来的方式 我说赶紧改过来吧 因为那都当成定理了 就是因为就在比如说M N乘N的矩阵 必须得有M个存储体 M大于N 一定要大于N 然后呢M是质数 才能存放 这是当时一个公认的事情 大家没人去追究 后来呢 大家发现有这么一个反例 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咱们去看看反例吧 这是一个4×4的矩阵 那么用4个体 我就完全可以存放 按照行 按列 按对角线 反对角线 按照子阵 离散子阵 什么离散子阵呢 比如说这个 这个 这个 还有 我看看啊 离散子阵 或者你错开一下 都可以 大家看这就可以 你看A00 20 30 10 就是一列 一行呢 00 01 我看00001 02 03 也可以 对角线 对角线00 3311 R 也可以 反对线也可以 这就是一个反例 那么通通反例 它找到什么规律呢 它基本上这个规律 我就不想太多说了 它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存放 比如说NXN的数组中的任何一个元素 Ai接在无冲突并防处处的编号地址和体内地址计算公式 是体号地址等于这个 体内地址等于I 这个里面那个更多的我就不想太讲了 大概说是就这么一个方法 那么体号地址怎么确定呢 它把那个体号4乘4的按照下标 那个来进行那个通过它的下标来标识 通过这种异货 那么就可以实现 它是没有浪费的存储单元 然后在执行 并行执行读写操作时需要进入比较复杂的对增网络 就是可以放 但是控制起来比较复杂 这个也是很好玩的一个数学问题 先让大家回去研究一下 你看到没有 它的条件是非常 其实挺苛刻的 大家看一下 它说NXN的数组 这个要满足这个条件 N等于2的2P次命 那么因此P等于1的时候 那就是4 等于2的时候就是16 8乘8行不行 这个不知道 你们有时间可以去找找看 这个很有趣的一个问题 给大家说出来 为什么这位说这儿呢 一会儿我会讲Cash的时候 会用到这里边 一些东西 刚才说的一个就是无冲突的存储器访问 大家回去以后看一下 特别是这种低位交叉和高位交叉存储器 回去自己学一下 非常简单的一种方式 那么关于无冲突的存储器访问呢 现在也有人在研究 也有很多很多人在研究 那么也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法 你们看一下8乘8能不能实现一个 8个体的存储器 能不能实现8乘8数组的一个 按照行列对角线反对角线的一个存放方式呢 16呢 32呢 你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公式 比较一个更优的 这就是我们的研究问题 以前我给大家留这么一个作业 大家做起来非常踊跃 有的还采用那种什么自然 就是一算算法等等 我觉得很让我感到思路很新鲜 今天讲开始 这个开始有同学说我学过了 我原理学过 但是我们今天讲的开始呢 我没有讲那么 就是说讲的东西呢 是以性能为元素来进行讲解的 那么我还是问这么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这是一个矩阵 大家看 这是一个矩阵的一个操作 大家看这是一个矩阵操作 IG就是一个 那么对于这个数足也好 矩阵也好 那么它是这么一个求和的一个操作 各行求和 求和的一个操作 对于这样的一个求和操作 大家看有两种编写方式 IG和GI 就是哪种方式快 你要考虑了 显然可能这种方式是不是更好一点 按行这种方式更好一点 这个是按列的方式进行了 对不对 是不是更好一点 这个东西需要我们自己去编 需要考虑 更复杂一点的 这种矩阵成三重循环 IDK IDK到底哪个快呢 这个可不是简简单单说 到底是哪个就一定快了 哪个就一定慢 这个里边还有很多的分析的东西在里边 我希望大家就是好好研究一下 对这样一个矩阵 你怎么存放 效果最好 对吧 你不是编程高手吗 那你这个里边 你要不知道这个开始 不知道这个存储这个东西的话 你看对你来说这都是好程序 没有问题 但是呢 在实际应用中很有很多问题 编锐再smart 我讲很难把你的东西给你这个这个虚幻 给你这个变量 变成那种顺势方式 我觉得很难 也计有不知道 也计有不知道 我估计很难 不妨你们把这个程序在机器上运行一下 然后呢 看一下的 技术 做一下技术 看看能需要的实际周期到底有多少 这几数 开始 你要是如果知道的话 就会有这样的 就知道这个哪个效率高 那么对于存储系统 我们这张讲存储系统 存储系统 是指用书上定义说 用软件和硬力的办法 把速度 容量和价格不同的存储器 有机的结合起来 对应用户看来呢 价格接近最便宜的 容量接近最大的 速度接近最快的 达到这么一个力量状态 因此呢 就这个存储系统设计 是需要我们 一个软件硬件的一个结合 到底用采用什么方法呢 一般说存储器它的性能 影响到整个计算机系统的性能 也就是它是平静 我们看一下 对一个指令的执行 一条指令 需要访问多少次存储系 取指令 然后取一个操作数 假如说这个操作数来到这个层 取一个操作数 取第二个操作数 然后呢 把这个操作数一算完以后呢 把结果再加回去 把这个结果存回去 对吧 可能还有的时候 涉及到IO操作 因此呢 某种意义来说 访问存储器的次数 是非常非常多的 四五次 一个指令去访问 四五次存储器 因此存储器的性能 非常关键 那么这是一个软件 和硬件结合的问题 那么这里边呢 我们都知道 很多存储器的一些东西 特别是 如果大家是这样 这个 关于这个RAM 就是这种动态RAM 内存 它怎么个工作方式 我希望大家一定要了解 但你说我没学过 那这个课 这个绝不是我们 系统结构学的内容 应该你在原理 或者在其他课程 必须补上的 这个东西呢 我觉得对你们来说 还是很重要的 那动态RAM 大家都知道 动态RAM 它就是一个通过一个电容 来保存一个值 然后呢 不断的还需要刷新 因此要Dynamic 就是一种叫动态 它需要多部的访问 比如说什么 预充电啊 读啊 读航啊 读列啊 什么那个航显信号 列写信号 怎么选 然后把数据怎么读出来 是这么一个过程 动态 动态存储器呢 它一般说 它的密度比较大 它密度比较大 但是它速度相对有点慢一点 然后呢 我们还有静态存储器 静态存储器呢 它就相当于我们的一些 开始采用静态存储器 它呢 就是一般的在片内 做一些事情 它的密度相对有点小一点 但是速度非常快 价格非常昂贵 非常昂贵 就是这样的Catch 为什么有的机器 你买个机器 这个机器明显品带个便宜啊 主品都差不多 Catch配置都不一样 还有呢 关于Catch的一支组织方形式 它通过这种时间局部性 和空间局部性来组织的 来进行组织的 因此呢 今天我们要正点讲 这方面的内容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 关于Catch 它和内存之间 到底是怎么样 一个交互 也是我们要讲的内容 关于存储器 它提高存储器性能 基本一般有这么几种方式 这个我们在中文教材中 都做了很详细的描述 第一种方式 大家看 提高存储器性能 有几种方式呢 一般是一种方式 这个存储系统啊 包括什么呢 计程器 Catch 内存 包括磁盘 那么这个整个是构成一个存储系统 对吧 对你来说一个存储系统 那么我要提高 整个性能 方便都要提高 那么一种方式呢 采用那种预取的技术 这个在Catch 这个我们 我们也会计数到预取技术 就是我算数据漫漫 那我这 我看 根据一些情况 我把它提前取出来 无论 大家看一看 硬盘有一种 有buffer可以取出来 还有一种呢 叫缓冲技术 其实预取和缓冲 它是结合一起使用的 对吧 预取缓冲 第三个呢 一种方式呢 就是所谓的Hirarchy 就是层次存储 层次存储 那么在这个存储系统中 我们层次存储大概讲了两个东西 两个东西 一个呢 就是由Catch 和主存 构成了一个RG层次存储系统 这是我们最重要的内容 另外一个呢 就是所谓的虚存 这个虚存呢 就是由于 由内存和磁盘 构成了一个RG层次存储系统 对于虚存 我们会简单的介绍 也许用十分八分钟的介绍 这里边原理也会讲过 我们那个 超系统也讲过 这里边我会 就是更笼统的介绍 今天我还要重点讲 Catch和主存构成的存储层次 大概这一章讲这么几个内容 一个是Meverage Hierarchy 就是这个Hierarchy的翻译方法 就是存储层次结构 还有呢 对于一个 每一个存储层次结构 无论是主存和Catch 构成了一个RG层层 还是主存和硬盘够一样的存储 都回答这么个问题 就是说 四个问题 我这个 这个为什么会实现层次存储呢 就是由于有这么一个因素 大家看一下 寄存器 Catch Memory 以及这个外面的磁盘 磁盘 那么这个CPU在这儿 博博上面的就是上端的存储器 那么离基层次越近的 它速度越快 越快 然后这个越慢 然后价格 容量都会有很大的区别 很大区别 因此人们就想 我把这个经常用的东西 靠我离我离我近一点 这样就好一些 好一些 那么举个例子是吧 是这样 为什么这四个问题呢 比如说我们经常 你家里边都有 假设你家里边有一个储藏室 放了很多豪华的服装 然后你这边还有个利柜 你每天呢 你会穿衣服 那你会把经常用的衣服 你放到利柜里边 然后呢 你当你比如说这个春天过去了 要到夏天 你就把夏天的衣服 从储藏室里再放到利柜里边 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开始访问基本是一样 开始访问一样 但是开始访问和他不一样 什么问题呢 开始访问 你把数据拿过来以后 那边还留有一份 你这个服装 你在储藏室里拿过来 那边没有了 这是他的区别 这是他的区别 那么这四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四个问题是这样 我把储藏室里一个一件 比如称衣吧 我把它放到我的利柜里边 放哪一格里边呢 放到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 我放那以后 我怎么去找呢 我放第二格 然后我怎么去找呢 我们说那我知道第二格 第二格你还得匹配吧 你还得 机器来说 你还得判断哪个是第二格吧 这是第二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假设我衣柜里边 我是衣服装满了 满满腾腾的 那么你这时候再拿一个 你把哪个替换掉呢 这又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还有个问题 关于血的问题 这个血问题 一会儿再说 另外一个呢 开始的性能有很多因素 比如说简直这个开始 一会儿我们在描述的时候 比如说减少这个提高命中率 也就是减少缺失率 减少缺失率 过去我们讲过的时候 提高命中率 是99% 然后99.8% 就这样提高 现在该死性的 就不提这个命中率了 命中率到数叫缺失率 这缺失率呢 就是把它降低 不就提高命中率了吗 还有一个呢 我命中率提高了 然后呢 假如我当时还是有缺失的情况 这时候呢 我争取缺失的时候呢 我代价小一点 比如我开始没有 那么我争取 尽快地从内存里边 或从其他地方取到 就是减少缺失的代价 减少缺失代价 缺失代价 注意一下 这个缺失这个词 我们翻译了很多书 找到好多 我们听到很多老教授 就是这个东西 就是叫缺失 翻译成汉语 就是叫miss 叫缺失 比较准确 现在你很多 看很多数 有其他方式 这个呢 叫缺失的代价 或者叫损失都可以 然后呢 我 这是 就是我当缺失的时候 我怎么样把这个 拿到 从远端拿到一个数据 这是我要研究 这是要提高系统的方法 第三种 我怎么样判断是否命中 对吧 你说我是缺失了 命中了 我判断的时候 尽可能要快啊 这个是 也是我们要研究的内容 因此呢 我们主要从性能的角度 讲解这个问题 那么这个 大家看一下 这个再常见不变 这是莫尔丁律 处理器性能是1.5年 提高两倍 提高两倍 而内存呢 DRAM 它从这个性能角来说 是每10年提高两倍 10年提高两倍 那么它这个gap呢 大概是每年提高 增加了50% 这个这种叫剪刀叉吧 它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多和时代更加严重 多和时代更加严重 那么大家看一下 对于一个四发射的 两G赫兹的一个超微量计算机 两G 就像我们这个机器 一般的四发射嘛 就四条流水线 两G主频 那这样这个 如果发生一次 memory缺失的话 大概需要损失 就相当于执行800条指令 大概执行800条指令 在最早计算机的时候 IBM 我记得有一款计算机 那么一条指令 确实正好等于一个指令执行 现在却差800倍 因此呢 它损失非常非常巨大 这个是存储器的层次结构 这是处理器 层次结构 大家知道 经常说是什么高端存储器 上端存储器 那么指着离CPU做近的存储器 大家看一下 这个一看就知道这是计存器 这里边呢 CPU里边可能还有开尺 有一级开尺 二级开尺 现在还有三级开尺 三级开尺 那么这个一级 有一级一种方式 有二级 这里边有二级是一种方式 有三级还是一种方式 通常这很简单 这不是从外面放到里面 不一样 那么这个 当你把从外面放到里面的时候 那你的一级 比如说把二级开尺 原来在外面 现在放到里面了 那你的一级开尺 这里边就有说法了 它到底有多大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组织 这个和原来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他们这有什么特点呢 这个大家也都知道 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离这个 CPU越近的 速度越快 容量越小 价格 这个每一个贝特的价格 越高 越高 对吧 有这么一个因素 因此呢 如果说这个 帮助考虑性能 我所有都用开尺那种结构 行不行啊 也没有问题啊 现在也有全开尺那种计算机 但是它价格 别人可能很难接受的 因此呢 这要考虑多种因素 你考虑速度 容量 还有成本 成本 多种因素进行考虑 这个图呢 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所说的计算器 这个计算器呢 是在CPU内部的 计算器一般来 在我们看来 计算器就是啊 什么AX BX 这是用户可见的计算器 还有很多计算器 你见不到 比如说计算器之间 我们讲这个 你们讲计算原理的时候 可能老老师会讲 计算器之间 有一个缓冲的一个机构 叫什么 有的人叫锁存器 或者叫什么 其实那就是计算器 这是你不可见的 还有些其他计算器 你也是不可见的 这是计算器 这个计算器呢 它一般是CPU内部组织 CPU内部的组织 然后它存放 当成正在运行的数据 它一般是一个字 一般是一个字 长度 然后呢 假如说计算器里没有的东西呢 它会到Cash里面取 Cash里面呢 它存放的一个什么东西呢 存放你当前运行的一些指令 以及这个下面的几条指令 为什么是下面 就有个空间局部性 和时间局部性的因素 那么这个Cash一般说来 我像我们教材写 全部是硬件实现的 但是现在目前的计算机 也是可以用软件来控制Cash的 也有这样的新技术出现 新技术技术出现 它是非常非常快 那么它就是Cash 某一样是一个主存的一个copy 主存的一个copy 而不是说木屋啊 不像说衣柜里面取个衣服放到这个 从储廊室里放个衣服 那是一个木屋操作 而它是个copy操作 这个大家看一下 就是Cash 它容量也是蛮小的 蛮小的 那么这个呢 内存 这个内存 大家都知道 它是CPU以外的了 当然现在目前也有新技术 把内存放到CPU里边 这样的技术也有 叫做IRAM Intelligent RAM 我说Buckery Patterson 就有这样的一个项目 这样项目 那它一般的放的是呢 可执行的程序 正准备执行的程序 就是要执行的程序 运行的程序和数据 那么一个程序编译运行完以后呢 其实你放在词牌上的 也就是一个可执行文件 这执行文件呢 通过加载 或load到memory里边 有的你可以看到 是一个open一个文件 就放那里去执行 是这么一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呢 是通过地址方式 进行组织管理 那么这里边这个load的这个操作 来进行的 它就放的是正在执行的程序和数据 程序和执行数据 而这个磁盘呢 就放到这个各种文件 各种文件 而进存期和开始一样传输呢 是以字的形式来传输的 一次取一个字 开始和memory呢 是以块 也就是开始的一个行 来进行的 而menu所存在它呢 是一般是以那种 就是内存的 这个叫做叫做像什么 一般这种磁盘组织方式 一般操作系统来进行的 操作系统来进行 这种方式 夜是方式来进行调度 那么关于这个计算机的性能 存储器的性能 大概有两个因素 一个是叫带宽 还有一个叫延迟 延迟 这个延迟呢 指的就是说 我访问存储器 从读 发出存储器的读地址 到取回来 这个过程叫latency 还有一个带宽 带宽呢 其实简单说 就是单位时间能读到多少位 这叫带宽 那么比如说像目前来说 或者一种定义 就是每一个时间单元 那么能够访问存储器的一些 访问次数 访问次数 这也叫带宽 一样的道理 那么我们看一下 这个存储器 包括这么多带 这个cash mace 在指令集中呢 一个cash mace 在我们这个不同的计算机 不同带的计算机中 它损失到底有多大 第一代阿尔法的工作站 大家看一下 阿尔法工作站 它开始的latency是340纳秒 340纳秒 它的时钟长度是5.0纳秒 5.0纳秒 那么 那么大概需要136个时钟周期 大概损失这么多 等到现在目前为止 大概是目前这一代 它这个 多少呢 第三代 那么它这个latency呢 我们存储器的延迟确实降低了 延迟了 18180纳秒 这时钟周期 这个长度也小了 1.7纳秒 那么它这个损失呢 是648个时钟周期 648个时钟周期 因此第三代和第一代比 大概可以这样讲 latency是缩小了一半 缩小了一半 时钟频率提高了三倍 而这个每天各个时钟周期 执行指定条数呢 也执行三倍 原来是执行两条 现在执行六条 因此从总体来说 可是性能是 损失的代价 其实是五倍的时钟周期 另外一个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层次存储 这个 这么就层次存储 还是很好的一种组织方式 根据局部性的原理 这个局部原理 这个有个经验法则 有个经验法则 它的基本思想是什么呢 对一个程序空间来说 对一个 比如一个程序空间来说 我这里边就是 这个叫19定律 不是28定律了 就是这个存储空间 假如是一个存储空间 那么程序 基本上是90%的时间 就是在这个访问的10%的区域 90%的时间 存放10%的区域 像穿服装一样 我今天穿了 明天穿的概率肯定非常大的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 大家看一下 这是地质空间的一个分布情况 大家看一下 绝大部分时间 大家看都是在这个区域范围内 或者在这个区域范围内 它这是很小的范围内 因此人们就想了 我把经常 访问的这个小的这种区域 像这块这个区域 这个地质空间 这个区域 我放到一个很快的空间里边 对吧 很快的一个戒指里边 就是这样的思想 那什么叫时间级不幸呢 大家这里边 开始那张是整个的CPU 这个系统结果是最难的 有很多东西 说实话我也不是特别懂 这个大家注意 这里边 我希望大家还认真听一下 和我们原理讲的是不一样 有很多东西我真的搞不懂 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这个像目前 你看一下 我说伊斯卡的文章 绝大多数是研究开始 并不是研究开始什么物理的东西 就是研究开始这种协议 它阻止方式 一会儿你会看到很多很多 和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些效果 那么有时间级不幸 这时间级不幸什么概念呢 就一个数据被访问了 那么我接着再被访问 过一会儿我再访问的概率非常大 那么这叫时间级不幸 这时间级不幸 还有空间级不幸 比如一个数据被访问了 那么它连着的那个数据 我接着被访问的概率非常大 这叫空间级不幸 因此呢我们就想 假如我现在目前访问的是这个数据 那么我就把这个数据 以及周边的周围的数据 我把它保存起来 然后呢下面我就可以很快的进行访问 这是根据时间级不幸和空间级不幸的原理 然后进行组织的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指令的 取指令的一个过程 这个取指令的过程 大家看一下这是一个时间 然后呢这是地址 大家看一下 这是什么局不幸啊 空间局不幸 大家看这是地址是连续的 这是N的循环 这是循环体内应该是 N的循环体内 这是一个循环体内的 是这样 大家看一下 这是重复的访问 就是说这个第一条指令 第二第三第四 假如说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大家看这是堆战的访问 堆战的访问也是这样 大家看此乘以调用 此乘以调用 最开始的就是这程序 或者是什么什么数据的 连续存放 然后这个呢 就是大家看一下 这同一地址多次访问 这就叫时间局不幸 这个数据经常被访问 时间局不幸 那么这是指程序返回 这是一个参数访问 大家看这些参数呢 可能经常被访问 这叫时间局不幸 这个叫空间局不幸 还有一个数据访问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比如向量的数据 比如这个是向量的概念 这个数据 那么访问下一个下一个 都是连续访问 这是空间局不幸 而这个呢 标量的访问应该是 标量的访问 对某个数据 它连续的进行访问 大家看 对同一个地址 是同一个地址嘛 那么这个连续的访问 这也就是时间局不幸 那么这就是一个真实的图了 这是一个真实的图呢 虽然看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呢 从这也看出 大家看这条线 就是一个时间局不幸 这个聚集的地方 就相对来是有些 就类似这样的 空间局不幸 空间局不幸 这个图呢 有同学这个图有什么用啊 我现在目前我正在 如果你们大家感性 我正在找我们的学生 分析在多何环境下 把这个图找出来 很有用 你这么知道这个图以后呢 你可以知道 很多的开始的组织形式 组织方式 那么关于程序的时间局不幸 是怎么体现的 程序的时间局不幸 是怎么体现的呢 这里边其实大家看看 很简单 大家看这是一个循环 这是一个循环 那假如循环一千次的话 那么这个Low的 Ad的每一条指令的话 都会经常被访问 就这个被访问了 下个循环还被访问 包括这些指令都被访问 因此这几条指令 都是被重复访问的 因此会出现 程序的时间局不幸的问题 那么数据也如此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一个 求和操作 这个求和操作 这个变量 大家可以看着一个存储地址 它也是无限被访问的 从不被访问 从那从不得已经加 加完以后送进去 加完以后送进去 那么这也是一个 数据的一个时间局不幸 数据的时间局不幸 那么看一下程序的空间局不幸 空间局 刚才看了程序的局不幸 是由于循环造成的 对吧 循环造成的 那么我们看这个 是由于什么造成的 是由于程序就有顺序执行 这第一条指定 第二第三 一般的PC加4加4加4 那么这是程序 也是按顺序存放的 一般穷害实验 因此呢 我这次访问他 我下次访问他 下次访问他 这叫做程序的空间局不幸 由于程序是有顺序执行的思想 然后呢 关于数据的空间局不幸 数据空间局不幸呢 大家看一下 比如像这个这个矩阵的A 这个矩阵不断的加了 加1操作 不断加1操作 A1 A2 A3 A4 那么这个他就是空间局不幸 对吧 你把一行数据取来以后呢 自然就会效率很高 同样呢 我们在数据库中 看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雇员的姓名 他的老板 他的年龄 大家看这个数据 也是按顺序存放的 你找到他以后 下面就是他的老板 以及他的年龄的一些 字段的信息 这也是数据的空间局不幸 他们也是联系存放的 因此呢 基于这样的思想 基于这样的思想 人们就在这会想 把一些我经常用的一些程序和数据 我放在这个小的开始里边 放小的开始里边 对吧 我一旦 使用的时候 这速度就会快很多 快很多 因此呢 就是我们采用的方式呢 就是 采用的基本原理 就是磁间局不幸和空间局不幸 另外一个呢 关于开始的应用很多 哇 现在目前网络处理器 大家看一下 在网络环境下 比如说现在目前 经常我们很多公司 我记得是在前几年 我还做过这方面研究 关于prosecache 就网上的prosecache 你们哈哈五 清华一个学生创业 也是搞那么一个 就是我不知道现在 现在可能不行了吧 就是说我也出国 你也出国 那么我现在建个网站 那么我已经把国外的那些东西都放在这 你在出国的时候 其实对一个单位来说 我访问哪个学校 和你访问哪个学校 咱们概率都非常大的 我访问博客里经常去 他也会经常去 根据这样的特性 做成prosecache 因此网络方面应用很多 另外一个呢 就是像我们也可能就 以后还要在虚存中 还会讲的就是TRB 快表 他也采用cache的基本思想 等等 这个要求用的实在太多了 关于cache思想用的实在太多了 那么关于cache的一些基本概念 大家注意这么几点 那么对于一个cpo访问的时候 都是从开始里取数据 每次去从开始里边 取出一个字 放到送到cpu 其实是放到cpu的计程器里边 那因此我把它叫做上端的存储器 或者高端存储器 而这个离cpu远的叫低端存储器 那对于它构成一个二级层次存储系统来说 有这么几概念 一个是命中率 什么叫命中率 这个命中率的概念 其实你说简单很简单 也不简单吧 其实不太好理解 什么叫命中率呢 就是我访问的cache十次 其中在这里找到84 因此我命中率是80% 对应命中率 那么就是还有缺失率 这个咱们不用说了 还有个命中时间 命中时间指的是 就是我把这个数据 我确定命中了 不用怕把数据取来 这个叫命中时间 那有的朋友问了 他的命中率是多少 这个问题就来了 既然问的话 我们对于我老师来说 其实我挺难回答的 那麦伯人命中率多少 这个你要一定要说的 这个他命中率其实是20% 他不对啊 你要想访问的话 你访问肯定在这里边 你是因为你不访问 但是咱们被追究了 一般说命中率只对上端有意义 后端就没有太多的意义 对吧 后端没有太多的意思 那么一般说命中率 在某一层次的命中率 也是指访问这个层次 多少次 那么其中访问到的概率是多少 一般上端是有意义的 上端是有意义 你要说这个mavory 内存的命中率多少 这个不太好说 这个你们可以看说 也有人做定义 但是我觉得不需要更衣 你知道上端命中率最重要 还有一个缺失率 就是命中率倒数 还有一个缺失代价 假如开始没有 开始没有 这时候怎么办呢 CPU会访问到内存 访问内存呢 把这个内存里的数据 放到开始里边去 然后再读出来 再读出来 那么这个时间呢 就是缺失代价 就是说我这个上端没病重 那么从这里找数据 并且把它取出来的一个过程 叫做缺失的代价 缺失的代价 那么这个平均存储去访问时间 等于什么呢 等命中时间 加上缺失率 等于缺失代价 这就是这个很简单的概念 就是平均存储访问 80%的命中 命中时间 比如一大表就可以访问了 剩下的缺失概率 20% 这20%呢 那么乘以这个缺失代价 缺失代价 这个关于这个存储层次结构呢 我想大家应该非常非常熟悉 这是寄生器 catch memory磁盘 叫磁带 另外很多概念 大家一定要知道 就是大家 特别是我发现很多研究生 这是在我们的研究生发现 一说这memory发现成这个 把这个存储器 一说存储器 因为存储器 这个中国存储器这个词 你很难说 你叫做memory storage都叫存储器 这memory可是真正的主存 然后storage指的是什么 storage是什么 是外设 就是storage是外设 因此不要把memory和storage 这两个词 在我们翻译的时候 搞得一定要清楚一点 另外还有一个词盘的概念 有的时候 什么叫连级词盘 连级存储介质 还有一个托迹存储介质 这个连级什么概念呢 你们知道吗 这个也很难去定义 一般连级就像词 就是一般指的是硬盘 指的是机器开动以后 启动以后 那么把超系统是通过这种硬盘来启动起来的 然后这个介绍就要连级存储 像光盘就要托迹存储了 一般是这样 这个没有严格的定义 然后这个关于他们之间的一个工作方式 包括它的速度 价格 容量这块都有介绍 这里面咱们不想太多讲 那么这里面呢 计算器的访问是以字 这一块 这是一页 这个里面是以文件形式 从磁带到磁盘来进行的 那么刚才说了 对于层次存储结构 比如CPU访问这个Cash 它确实怎么办 那么像访问存储器 访问存储器呢 再把这个存储器的数据 送到Cash里面去 因此呢 有这么几个问题 对于Cash来说 有这么几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是块的一个定位的问题 就是块的一个 就是地址映射的问题 就是我把内存里取个数据 我把内存取个数据 我放到Cash是什么地方 我放到Cash是什么地方 这是一个映射的问题 地址映射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是地址如果查找 我放到那个位置 我怎么样找到这个数据 这也是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当我那个开始满的时候 我怎么样替换 我怎么替换 第四个问题 当我写的时候 当我写命中的时候是什么样 我写不命中的时候 又是什么样 读 大家一说起开始命中率 大家读都非常好理解 但写的时候 我真是不好理解 你说这个写开始 写不命中是什么概念 你们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可能很简单 觉得很可笑 那写开始写不命中 是个什么概念 这个大家我一定要知道 否则校长课的没法听了 写开始不命中 是个什么概念 我希望大家要理解 那么现在我就讲三种映射方式 三种映射方式 这三种映射方式呢 我现在简单的黑板给大家画一下 这个我想在原理中 你们肯定也学过 但是呢 大家还是要再学一下 其实呢 我画的比例不是特别均匀啊 谢谢大家 休息 关于开始大家都学过 大四姐 但是我这里边还是把开始几种映射方式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映射方式指的什么呢 我举个例子 这个例子不一定很恰当 比如说我们这个 比如说我现在教室里边 然后分成四大排 就这边一排 这边一排 这边一排 假如说我把那边一排当成catch 那么这时候 所谓的权衣相连映射 这边catch 假如说这里边是空的 假如说现在开始空的 所谓的权衣的映射 就是说任何一个人 可以坐到那一排 就是说你位置上 你坐到那一排 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 就叫权衣的映射 比如说我这里边内存 其实呢 这是刚才我忘了一个条件 其实这是catch 假如catch有四个块 把数件 或者四个行 catch line 或catch block 都可以四个行 内存呢 按照catch大小分成若干个区 就像我刚才说 第一区第二区第三区第四区 分若干个区 这跟catch大小是一样的 就为了大家组织方便 那么所谓权衣相连映射 就是任何一个 内存的任何一个数据 可以放到任何一个地方 可以放到这个catch任何一个地方 就没有任何规律 任何一个人可以坐到那边 任何一个位置 这叫做全相连映射 那什么叫直径映射呢 这直径映射呢 就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刚才说这个四个区 我们分成四个区 那假如说你这个区的第一排的人 你想坐到那个 这个就到catch里边 坐到那里边去 你只能坐到第一排 只能坐到第一排 也就是说 这假如是0 1 2 3 任何一个区 你这里边 这个是0 这个是0 你只能是这个到这里来 或者是这个到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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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换成了 你这个区的第一排 你只能到那个第一排 这个第一排 只能到第二 那个第一排 不能允许变化的 这叫做直接相连映射 那么这种直接相连映射 它要组合起来呢 就出现一种新的映射 叫做主相连映射 主相连映射呢 刚才说的限制太死了 比如说这个一排 你这一排的同学 你要到那边去 你主要是做第一排 那第一排有人 你怎么办 是不是 你没法做了 因此你需要把它捡走 这是你的处理方式 这也是我们的替换策略 那假如说 我有这么一个方式 我现在目前允许 你这两排的人 可以做那两排 追你们 你第二排做第一排 第一排做第二排 那是你的事情 因此叫主相连一设 也就是说呢 这块分成若干个组 这也是分成若干个组 那对应的我这个第零组的和零组的 包括这个零组的 零组之间建立一种一一映射 一映射 运射完以后呢 你们之间再有个调换的一种一个余地 余地 这叫组 那你化成几个组呢 化成几个组呢 就或者化成几个组 那是你的 那是你的事情 那是你的事情 那么比如我两组 那叫两路的 叫兔位 这个兔位这个词呢 在计算机有两个含义 一种含义呢 一个主板 两个CPU叫兔位 四个CPU叫四负位 那么在这个组相连这里边 就是这种 假设你这个有四个组 那叫四负位 然后如果两个组也说兔位 那么因此呢 这个大家也要清楚 因此的映射方式 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那么记得 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时候 学这块的时候 有时候也经常混来混去的 这个没有关系 这个其实大家学过了 也都很简单 所谓直径映射 就是你这个 这个区里边的任何一个数据 你只能放到对应开始 对相应块里边 放到相应块里边 你这块只能放这 这块只能放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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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 这里吧问题就出来了 那你说我这块 咱们放个数据 放一个数据 比如说15 这是我放置 这种策略放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 我怎么查找 我这个15 你知道这个15是来自这呢 还是来自这呢 还是来自这 不知道 这第一排的数据原来是 这个块来这里 来自那里 不知道 这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 这需要我们研究的问题 因此呢 我们通过不同的区来区分 那么在这里边 我们叫这个各种tag 我叫tag 那么这个每个cash里边 这个有编号吗 第一 第零块 第一块 第二块 第三块 这个呢 我们把它这种编号呢 我们把它叫做index index 然后这一个块多长 就这么大一个块 这一块里边呢 它具体地址多少 我们把它叫做offset 就是这个偏移量 偏移量 因此我们看一下 这是所谓的cash 大家看cash 这是所谓的内存 内存 它没有化这么直接了 没有分成那么细的区 大家看 这01234567 应该是这个区 那所谓直击映射呢 也就是这个 这个内存的第十二块 第十二块 如果我放到cash里边的话 采用全线连映射 可以放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 这是你怎么放都可以 因此只要有空就可以 所以说呢 它这个cash啊 它命中率蛮高的 命中率蛮高的 它利用率 就是说 换句话说 利用率相当高 那假如采用直击映射的话 直击映射的话 那么这个图呢 你看一下 这个12 这个放在这个cash里边 放哪呢 放对应块 那就12摸8 放第四块 只能放到这个第四块 其他块再cash那你也不允许放 假如这里边有数据 你把它撵出去 对吧 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因此它命中率很高 很低的 因为它cash利用率低 cash利用率低 这样方式 那么这种方式 这是两个极端了 这种方式呢 你可以只要有空 你可以把这个内存率低调到这里来 而这个呢 反正只能放这个位置 然后你放在位置以后呢 你把它捻走 捻走以后呢 它一会儿又想用它 因此有个颠簸的问题 这里面学超系统 又有颠簸的概念吗 就是还有个颠簸这么概念 那怎么办呢 我把这两种方式组合起来 组了下以后呢 我放完组相连 组相连什么概念 这是二度组相连 就是你可以在这个 给你两个选择 叫你选择嘛 咱说有同学中 我思路不更好吗 可以 思路也好 那么因此你这里边呢 你可以放到这里边任何一块 或者这里边 等到13呢 你就放这里边任何一块 是这样 这叫两路组相连 那么 因此他们的组合方式 就不想太多讲了 不想太多讲了 这是直击映射 大家看一下 直击红的只能映射 红的里边 红的只能映射 红的里边 但是呢 这个和开始里边 假如你要 这是我们说 如何进行的 地址映射 映射到这 但是我们查找的时候 其实就有问题了 不是这里边的数据 刚才说是个15这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来自这呢 来自这呢 还来这 不知道 因此我们需要一个tag 进行区分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直击映射的 一个catch的地址 catch地址 这是整个的一个地址 比如32位 32位 那么这后面这几位呢 是指的每一个块 catch的块的大小 catch的块大小 这一块那么大呢 这位数定了 位数定了 然后呢 这个呢 是指catch分为若干的 不是这个若干的 就是每一块 一个catch有多少块吗 这个叫index 这index 然后这个index呢 这个tag指是 你又有多少个区 有多少个区 那么这个index指的是 这个一个catch有多少个块 有多少块 offside指一块内 它每一个数据的地址 它偏移量是多少 比如它从那里 它是偏移量 相对的偏移量 tag指的它区号 就是这个不同的区 你是这一排 这一区的呢 还是这个区的 这个区的 是这么一个概念 因此呢 我们应该学会 给你一个catch的大小 给你一个 比如说每块的大小 然后呢 你应该确定 它的地址是多少 这个不用说了 index 只是就是catch的index 就是一个标号 标号 offside指是块内的偏移量 还有tag 这个tag呢 就是地址的高位 地址高位 来确定来自哪个区 确定哪个区 因此呢 对块的地址来说 就是一个tag加上index offside无所谓了 也只是定位在块 数据访问的时候 就一块一块的 从内存里往这里 他们之间这样交互的 因此对块地址来说 就是一个tag加index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 有这么一个体啊 大家看一下 假设一个32位的体结构 那么这里就演按照 这个字长32位 就地址长度32位 那么寻止方式呢 是以字节方式进行寻止 寻止 然后采用了8kb的catch 直定是个catch 8kb 总大小是8kb 然后呢 每个块的大小是四个字 也就是八个字节 八个字节 然后你能不能确定 这个catch 它的地址形式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看一下地址形式 怎么样 咱们就为了节省时间 大家看一下 因为catch每一块里面四个字 四个字 也就是四个字 也就是这个十六个字节 十六个字节 那么这里需要四位 也就是offside的四位 设计的32减4 还有那些位置 就是一个tag 加上一个index了 index了 让我们再看一下 这index有多少呢 catch大小是8kb 8kb呢 它需要多少个字节呢 需要十三个 就是二十三次密 二十三次密 而catch的块大小是多少个呢 是二十四次密 刚才说了二十四次密 因此呢 就是catch有多少行啊 catch多少行呢 那就是t除以t就可以了嘛 t除以t catch总大小 再是每一块的大小 因此他一除t就得九 因此呢 就说有九行 就九位 二十九四密 有九位 那剩下的就是 就是剩下的32位减4 offside 在讲这个九位 那就是十九位 表示这个 可以表十九个区 十九个区 这是表示 这个地址 大家一定要会确定啊 这个其实非常简单 非常简单 那么这就是一个 1kb 直定式的catch 那么 每一个块的大小 是32字节大b 32大地 32大大b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 来说的 大家看一下它字节是这样 那么 大家看一下 这个字节偏一量 偏一量 零到四 零到四 它是五位 然后呢 五到九 这是catch的index 然后九到三十一 这个三十一 是tag的 tag的 这个咱们不想太多说了 那么一般来说来 这是一个catch catch它有tag 那假如catch放到数据 这个数据 刚才我画的 这里的数据到底是来自哪个区呢 像这个里边就放一个 比如放一个18 这个18来自于内存的什么地方呢 它就需要和这个地址和这里面地址进行比较 如果相等了表示 那么就是来自这个里边 如果不相等 那就是可能还是来自别的 来自别的 因此呢 这里这里边呢 index就很简单 它就是这个第三行 第二行 然后呢 比如说这个呢 偏一量 就可以找对应的数据 这种数据 那么这是刚才那个 一个简单的地址情况 那看一下 如果找这个数据呢 如果找这个数据呢 让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直经社的一个catch 直经社的一个catch 那么这是一个地址 大家看一下 这是你给出的一个地址 一个tag index 还有块的偏移量 这么一个地址 那么这地址呢 我们首先要找的话 首先定位这个 你现在你要找的话 你通过这个index 你就知道开始要找这个数据 是在这了 在这 但这里面放的是 是不是我要找的那个数据呢 是不是我找那个地址呢 跟主题的说 这时候呢 你再跟这个 这一行我找到了 这一行这里边就有tag 这个tag再和这个tag就比较 就是我找到 我现在我知道了一个数据 我通过这个地址我就知道 我要找的数据可能在这里边 开始在这里边 可能是这个地址 但这个地址放到的呢 很有可能是这里边的 很有可能这里边 还有这个 是哪个呢 那么我需要和这个tag进行比较 比较相等了 大家看一下 它比较相等了 这表示hate命中 那有头的V表是什么 V表是有效位 虽然是命中了 但是这个数据已经无效了 你取起来也没有用 这里边还有 大家看书可以知道 这个有效位是干什么用的 这个是 然后呢 在命中的情况下 然后数据块可以取出来 取出来 然后送到CPU里边去 这数据块怎么确定呢 大家看有个可以偏移量 根据这个里边的这个 就偏移量 这是取的不同数据 然后都选部件 大家看这是一个取出来 是一个开始的一个line 那么这时候呢 再从这个多选部件 取出一个数 取出你所要的那个 从开始里取出一个字 一般说是一个字 直接直接映射开始 那么两路组相连因开始 当然这是直接直接映射 直映射很简单了 反正就是 或者来这里 或者来这里 或者这里 但是呢 因此呢 我一比较就知道 那到底来自哪里 一比较 就通过这个地址 再和这个开始里边 放着数据这个标 这个tag就可以比较 但是呢 如果是组线连连设的话 组线连设的话 可能这两个区 这两个区 那么这时候 大家看一下 这里边这个图就简单 这因为你们学过 就简单的说一下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是 有通过两个比较器 两个比较器 那么这两个比较器 如果这个比较相等了 那么就是 比如说来自于这里 来自这里 如果那个比较相等了 那来自于那里 来自于那里 因此呢 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说这里边 就是一个并行的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两路 组相连的一个开始的 一个简单的图 大家看一下 这是比较 这是分别 它俩同时进行比较的 这你看看 这个地址同时和 这两路 两路分别进行比较 那么如果相等 送这里来 表示命中 然后这里边再选出 一个字节 或者一个字 送到CPU 这是两路组相连的 一个查找方式 那这种组相连设的方式 有什么问题呢 问题是首先判断一下 是否命中 对吧 首先判断是否命中 因此呢 命中完以后 他把数据取出来 大家看一下 就是数据啊 当判断命中完以后取出来 因此人们自然就会有一些优化的方法 怎么优化呢 就是你在比较的时候 我数据先取出来 我管你 我们就是不是命中的 然后呢 我取出来以后 假如你不命中 我再抛弃他 然后我会会怎么样 然后当命中的话 我已经取出来了 否则的话就会浪费时间 现在一般都是这样的处理方式 对吧 这就是在直定设的cash里边 cash块 就是cash那种blog 是available的 就是在这确定命中之前 都已经取出来了 否则的话 取错了 那么我再恢复就是了 就是这样的一种方式 那么这个图呢 也就是全相连设 全相连设设是这样的一个方式 这个很麻烦 这个全相连设设和直定设 它正好是组相连设的两个极端 就像刚才似的 你们随便坐 坐那个位置 他坐这个位置很乱 但是呢 真要找就很麻烦 这样我一个东西 大家知道 你说很多人 就像你们在宿舍 有的人摆放东西非常规矩 可能摆的时间很长 但是他找的时间非常快 如果像我们这个 像经常我们在办公桌 有一个橡皮或者什么 随便扔个地方 可能扔的很方便 但是我找的时候 要一个个匹配 非常麻烦 这里面也是如此 全相连设设计 由于你放到一个开始 这个每一行 什么地方都可以放 因此你各个地方都要比较 就相当于 假设有N个行 比如N个行的话 那就像N路的 N位的一个组相连了 每一个开始就一块 每一个开始的一个组理就一块 因此就是 刚才是两路 这是N路了 N路组相连 所以说他这个硬件 非常复杂 全新的硬件 全新连计 我记得还是很早以前学的 就上大学的 说全新的硬件好学 很简单 放到任何地方可以 但是硬件的话 就是非常麻烦 还有一个问题 这个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一个问题 操组系统也讲过 在虚存中讲过 那么计算原理应该也说过 就是我开始里边放的数据 一开始是空的 放了一个多个过程中以后 发现它满了 假如再访问开始的时候 发现我要找的东西 在开始里面有 没有这时候访问内存 访问内存把数据放到开始里面 开始满了 那么我把哪个开始数据放出去 给扔出去 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问题 这叫做替换策略问题 替换策略有很多种 有种随机方法 还有叫LRU方法 还有其他的方法 很多很多 这个咱们就不想太多说了 这个回去给大家自己看一下 不同的方法 针对不同的主向连接方式 它们的效果 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这个需要大家自己去研究 但是一般有些经验的东西 大家应该知道 比如在全相连这种映射中 问一下 Easy for direct map 什么意思 直进行连不存在替换算法问题 它没办法 直进行连我就说 这个满了 我将那个位置 那你仰过去的话 你只要把它捏走 因为这是唯一的选择 不需要什么替换算法的问题 对吧 只有主相连和全相连 那么这时候呢 有一个你放什么位置 这个替换谁 有这么一个问题 一般说来呢 随机没什么可说的 一般的LRU算法 也是最久未使用算法 这种方法呢 一般说来是 在这个两路左右的时候 比较方便 就是主数 就是说相连度比较低的时候 比较方便 那么对于四到八路的时候呢 这一般说来 它是很违 LRU算法 这个大家以后有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相关的参考资料 这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还有先进先出算法 先进先出算法呢 这种方法呢 有的时候也用 它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一点 但是它效率差一些 还有一个比较难的问题 我们经常讲开始 我们就认为开始访问 说命中不命中 总久的这是个毒的问题 总久这是个毒的问题 那么我们是不是再考虑一下 当写不命中的时候 写不命中的时候 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非常的复杂 非常的复杂 那么这里边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catch 这是一个memory 这是一个catch 这是一个cpu 那么对写来说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写命中 写命中 写命中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要写catch 因为cpu我要写的吗 写的时候我要写个数据 我发现开始里 命中 比如说这里边原来是2 我现在想把2改成5 我想写这么数据 那么这个2改成5了 因为原来这里边是2 这个内存里边 这肯定应该也是2 内存里也是2 对吧 那现在我想把这2改成5 改成5 那么这个内存这个数据 你应该知道 也要保持一致性 或者会出现问题的 那么这个2是否改成5呢 两种策略 一种策略叫做write through 所以叫写穿透 写通过都可以 我把它改成5的时候 同时把它改成5 就是当写命中的时候 我写开始同时写主存 因此这种效率自然的低一点 它可靠 每次我写开始都要写主存 写主存肯定要慢的 肯定要慢的 那为了解决慢的问题 一会儿我可以介绍 这里边会有个buffer 就采用一个写缓 就是一个buffer 我先不写主存 我先放到buffer里 然后用buffer慢慢的后台去 进行往内随里写 就是write through 那么还有一种方式 write back 这个write back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CPU 我写开始的时候 我这个2我不改成5 我主存我不写 什么时候写呢 因为我这个CPU写 把2改成5了 然后在以后再访问的时候 访问肯定访问5 我不访问2 对吧 我访问都没有问题 假如说这个块被替换出去的时候 这块我不想用了 或者被别人给撵走了 这时候我再把它2改成5 因此这种方式叫write back 就是我迫不得已的时候 才把它洗回5 当影响我一致性的时候 才把它洗回5 因此这种write back方式 我们把它叫惰性修改法 惰性修改法 那么对于write back和write through 我们书上介绍的非常详细 它们这些实验方式是不一样的 因为write through这种方式 就是write through这种方式 非常简单 但是它写 它性能相较差一点 而这种write buffer 就是惰性修改 这种方式的效率肯定还好一些 但是它是控制起来 肯定会非常复杂 控制非常复杂 另外一个我们还知道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write through这种形式 当毒缺失的时候 毒缺失的时候 那不会引起一个血 就是我这个毒 我在里面有毒 反正没在开始里面 那我这就上内室里毒就行了 没关系的 上内室里毒写 我不需要把这个什么数据 写到一个什么东西 还有一个write back write back它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好处是说 就是我不需要每次 就是我对这个内室 开始修改了 我不需要每次多写 我只是写最后一次就可以 因此它们都各有优缺点 那么 这里边有概念 就是write still 就是我在write still的时候 在我写开始的时候 同时要把这个数据写到主存里边 为了保证一致性 那么在写着主存是耗时的 因此我们需要CPU停下来 停下来 那么这个过程叫做CPU 叫做write still write still 因此怎么办呢 我们采用write buffer的方式 大家看一下 CPU 我写开始同时写主存 那么这时候我加一个buffer 我这buffer以后 我都把这个数据 我放在开始 同时我也放到write buffer里边 然后我这CPU就返回 做我的事情 然后你这个后台 在这块做 然后再往写的那次里边去 一般采用这种方式去进行的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write buffer 大家也注意 这个write buffer 它也是个fifo 是一个站 是一个fifo站 那么这种站呢 一般来说来 它也是有一个满的时候 如果你这块无线的写 而这块写的速度很慢的话 它肯定会溢出的 会引起程序的正确性啊 等等会出现问题 因此这里面这个 这个也有个折踪 一般来说这个站的 这个存放数的数是 就四个四项 存放四项 这里边也有个折踪的问题 这是刚才我们介绍的一个 关于写 关于写 那么写的是写命中的时候 这个问题呢 很简单 就是写命中的时候 我把开始 我就是写开始嘛 然后写主存 但是呢 我有时候写不命中 这个什么概念呢 就我要写那个地址啊 我发现在开始我找不到 因此我不能往开始里写 对不 因此呢 我写不命中什么概念 我这个CPU要写个数 我发现在开始里边 这个地址和它这个应售完以后 我开始没有这个要写的这个地址 因此我需要把这个写的内处理去 需要把这个2改成5 需要把这个2改成5 一般说来 一般的情况下 CPU把一个数改2改成5以后 它既然修改了 下面基本上就还要用到这个5 对吧 否则你改完以后 不用也有 但是不多 是吧 不多 那么因此呢 人们下面就考虑一个问题 当不命中的时候把这个东西给2改成5了 那你是否把这个数据 把这个东西写到这个开始里边呢 把这个5写到这里边呢 因为你接下来 这个访问数据的访问就有这个时间就不信 你现在目前把这2改成5了 那么你下面 你可以有可能这个下面接着读这个5 读了5 你是否把这个东西 直接送到开始里边呢 送开始 如果开始吧 当然你要把其他东西撵走 是吧 那么这就是个问题 因此对于写不命中来说 就有点要口 对写不命中有两种方法 一只是写分配方法 就是write allocate 就是这种write 就是我在把CPU写主存的时候 前提是写不命中 我同时也把它写到开始里边 就把它这个主存掉到开始里边 因为我接着用嘛 这种方式 这叫做写分配方 还有一种呢 这叫写不分配方 就你写内存 你写内存 我开始我不管 我不写 就像一种模式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也好理解 也好理解 另外一个问题啊 其实很很难的 一般说来 一般说来 大家看一下 一般说来是这样的一个组合 就CPU在我写命中的时候 我采用write数的方式 就我写开始的时候 写主存 采用这种方式的时候 在不命中的时候呢 就我写主存的时候 我不写开始 不写开始 就像一样口令一样 就像写命中的时候 我写开始的同时 写主存叫write数 我采用这种方式的话 一般是接着 它采用另外一种策略 就写不命中的时候呢 我写主存 不写开始 不写开始 这是一种组合 第二种方式 write back方式 就我写开始的时候 我不写主存 就破破断引的时候 再写多性修改 那这时候呢 我在写不命中的时候 我写主存的时候 写开始 写开始 他俩是这样的 有一年 我就是咱们期末考试的时候 这一般不是固定的 不一定完全要这样 但是呢 一般是这样 为什么 我就是考试这么个题 基本上没有人打得上来 希望大家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你是有道理的 就是这么组合 它不是说随随便变这组合 就是说写命中和写不命中 它们这些不同策略的组合 是有问题的 我希望这个当成一个家庭作业 家庭作业 那么这个要教的 我希望你们还是好好地分析一下 这个为什么 你们要考虑一下 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那次考试可是时间关系 就是大家觉得这都太简单了 没什么可说的 但是那一考试的时候 大家打不上来 就是因为时间太短了 我希望大家还 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 考试的时候 不希望讨论 但是做作业的时候 我希望有些问题 讨论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我不希望抄 这就是一个 alpha 一个21264 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结构 这个工作站 采用的一个开始组织形式 大家看一下 它六位的偏移量 它264米 也就是说 它每一块的大小你知道 然后它的开始大小 你肯定你也知道 你也知道 然后另外一个 你也知道 就是它的一个tack 就是说是多少 然后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采用的是 两路组相连 两路组相连 这两个比较近 两个比较近 那么它是由于 这个数据是八个字节 然后比如它比较相等 那么这个八个字节 选一个 选一个出来就可以了 选一个就出来 八选一 就是8864 它是64位的 应该是64字节的 64节的块 对 八个字节 8864 那么这里边的八选一选出来 然后这里边 大家看CPU有个write buffer 就是在 当采用write数的方式的时候 通过write buffer来 就是弥补 就是写当时的一个 一个数量慢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 开始的性能 那么开始性能 我们大概刚才已经知道 开始有命中时间 命中时间呢 就是等到找到这个数据的时间 当前的开始我找到时间了 在最近的一集 我找到所有的数据 还有一个缺失 我没找到 我需要访问主存 那么这时候呢 我也是把主存数据取出来 然后再送到开始里边 当然了 你可以送到开始以后再读 或者是你再直接送到CPU 然后再同时送到开始里边 都是一种方式 那叫缺失的代价 就是开始没有命中的时候 它的损失多少 那么还有个命中率 缺失率大家都知道 这个公式大家平均存储期访问时间 等什么呢 等命中时间 加上缺失率 加上缺失率乘以缺失的代价 缺失代价 那么这个命中 这个关于这个命中和缺失 又针对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针对指令的命中 指令的命中 是吧 指令数 成为命中时间 这种时间 再加上数据 赚的百分比 指令赚多少百分比 然后再加上数据 赚的百分比 然后再扩扩了就是命中时间 再加上缺失率 成为缺失代价 这就是开始的性能 这个性能 那我们下一节 要重点对 要不要检考平均存储期访问时间 就是要对这个命中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们就要说 对命中时间 尽可能命中时间要短 那有什么方式呢 大家都知道 这命中时间短怎么不懂 我开始小一点 我就访问时间就小一点 对吧 我命中这个时间 我一个时候就可以取出来 如果你开始非常大的话 你其实你找起来 也挺麻烦的 这是一个 然后减少缺失率 减少缺失率有什么办法呢 比如我采用直接相连 就相对来说取失率要高一点 因为你这个就一个位置可以放 假如满的话 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左相连 就自然就好一点 或者全相连更好 全相连这个命中率是最高的 但是全相连它的效率 就耐得其他方面低 其他方面低 还有一个缺失代价 这缺失代价的 比如我这个开始缺失了 我访问内存 那怎么样时间短呢 有几种方式 比如我采用多级开始 是不是一种方式啊 我采用L2开始 那我L1缺失 我访问L2 是不是也快一些啊 因此这种方式呢 这是我们下堂重点要讲的内容 然后呢 关于这些内容 就这个PPT 我今天会给大家 希望大家好好看一下 这个不是很好理解 下来内容是非常难以理解的 好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今天有作业 请不吝点赞 啊